王亚平将成中国首位出舱活动女航天员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林希强表示 与神舟12号任务相比 神舟13号任务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不同 载人飞船将采用自主快速交汇对接的方式 首次镜像停靠空间站 届时中国空间站将实现核心舱 两艘货运飞船 一艘载人飞船共四个飞行器组合运行 航天员将首次在轨驻流六个月 这也是空间站运营期间 航天员成组常开化驻流周期 银西强说 中国女航天员将首次进驻中国空间站 航天员王亚平也将会成为 中国首位实施出舱活动的女航天员 而神舟13成组 也将包括中国首次出舱的男女航天员